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足奖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6章内容管理系统2.700投票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做两个东西 一个是投票统计 投票累计 一个是设置投票的限制 两样 那么我们先来打开一下我们的上一个版本 2.6的版本 我们2.6的版本已经从数据库里提取出 你要显示的 你要显示的是哪一个对吧 是哪一个投票标题 那么接着就是你要显示的是哪一个 显示的是他旗下的这些什么 这些就是项目 好 现在我先我这么来做 CMS2.6 我先进入一下后台 Admin Admin 123456 1948 好 点击进去 我点击投票名称 好 这个是试对不对 我看看动漫男主角还没东西 动漫女主角有两个 对吧 我这边再添加一个 动漫女主角 可可利 对吧 可可利 随便打一个 可凯利 好 有了三个 再打一个 女帝 对吧 汉克库 汉克库 好 可以了 那么再添加个添加不去 添加不进去了 对吧 看看 点一下 好 项目已经封顶了 封顶 添加不进去了 好 现在我 我把这个 当然你点进去 后面应该也有删除和修改 我们等会把它做一下 做一下三度修改 然后做个样子 然后我就放这边说 我们就不 这个留个学生自己做 好 我们点击这个 点击确定首选 这个是首选了 我们到这边刷新一下 一刷新一下 你看 你最喜欢的动漫女主角 尼克罗宾 纳美 可凯利 汉克库 对吧 好 那么我再点一下 你最喜欢动漫女歌手 点一下 刷新一下 就变了 好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做的东西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要做投票了 那么做投票的话 我们首先先升一下 2.7 云南器官了 CMS2.7 进到adme里面去 adme 1234567400 点击投票 我点进去 我这边后面 我要做一个设置 我要做个设置 好 这个应该是哪张页面 我们看一下 是x这张页面 好 我们进去 adme下面有个word word x 我们找一下 在这里 好 找到之后 我给它增加两个什么 增加两个 这个行 这边就要写 5 4 4 4 这边写操作 操作 操作 后面做一个删除和修改 删除修改 好 这个我就不做了 留给学生自己做 很简单 对吧 不需要 做这些 就是说 重复了 落干 落干变的东西 好 然后下面 我就写一句话 删除和修改 同学们自行完成 这个东西我就不做了 好 可以了 删除和修改 同学们自行完成 我加个红的 行 这个拉嗨的就不要了 好 在上面 点一下 这边也是删除和修改 自行完成 点击这边 删除和修改 自行完成 我们这点了没用 点了没用 是假的 好 现在我要来完成 我的投票功能了 我们打开一下 数据库 DB CMS 好 Word 那投票到底是哪个 来做设计呢 是这个叫WordCode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是累积 对吧 累积 投了一票 我们就累积 那么这是要对前台 进行设计的 我们后台就不要了 好 回到前台去 那么就是对这个 进行投票 对吧 点了没效 还没做 看 我先关了 打开 2.7 index 这张页面 找到index 好 找到index 我下面这一段 是这一段 进行投票 我投票 投给谁呢 对吧 在线投票 我在 DL这一块 我做一个phone 好 DL这块 我做个phone 这个 用post的方式去传输 传给一张页面 传给一个叫 word.asp 这张页面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点击一下进去了 好 进到这张页面了 可以了 好 进到这张页面 我们来设计一下这张页面 这张页面呢 其实 只有一个asp的功能 没有页面 对吧 没有页面 所以我们直接写 先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在 应该是 asp实验里面 保存在这里 叫 word.asp 好 那么 request response set jbk 这个要一下 然后发送过来 你发送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有哪些东西要拿过来 首先这句话要拿过来 连接 还有一个是什么 faction 也拿过来 是 这个文件吧 是include里面的faction 好 include里面的faction 我们点一下 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继续写 我点了确定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点了确定之后呢 嗯 我们看一下 他发送给他 然后是把谁给传出去的 我们这么看原代码 这样原代码看的不清楚 我这么看 好 我们是 把这个 name等于word 发送出去 把value值给拿出去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有值 必须有值 所以这边应该这么写 定 request from 嗯 那么这块呢 首先你必须是点进来的 必须是点进来的啊 你要这么判断啊 那点进来的话 就应该有值了 啊 我们看一下 非法操作啊 wait 如果wait name等于空 那么就 那么就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文件 打开把这个复制一下 叫非法操作 非法操作 好 就回头 让它回头去 我们看看能不能实现啊 我什么都不点 我点确定 叫非法操作 或者我在后面直接的 wait.asp wait.asp 也是非法操作 那么我选定一个呢 我点投票 有了啊 先投票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有了 有了的话 我把它输出来 wait name wait name 刷新一下 莫文卫出来了 我现在点张慧妹 张慧妹出来了 OK 这样子我们就有值了啊 判断做完啊 做好判断 做好判断 这个是接收 对吧 那么接收过来之后呢 我要做个累积 做个累积 我下面要做一个变量 is skill set ris server secret 诶 cr objct 没加量啊 ciate c reate objct adodb record.set skill 等于 新 这个叫累积 叫update update以后 再做修改 一个CMS的 vot表 那么set xxx 对吧 查找到 叫做 好 这边 其实我这边 前面有一个功能 我没做啊 我也是留给同学们做的 等会我再提一遍啊 好 这个叫查找到哪个数据 哪个表啊 哪个字段啊 叫CMS 叫voit name 等于单引号 双引号 连接符 就是 voit 那样 等于它的 好 这边 不能 后台 不能新增 重名的 不能新增 重名的 这个功能 我没做 留给大家做 好 留给大家做 所以先判断这个 你这边有了 有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 我改谁啊 改CMS 这个 voit code 等于它的 自己本身 加1 对吧 等于它的 自己本身 加1 这就是个累积过程 啊 累积投票 累积投票 投 票 累积投票 然后 CUN 等于 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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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要不要 这句话 不要 不要啊 这句话 不要 可以的 这句话 不要 这边的累积投票 累积投票之后呢 我再让它 提示一下 投票成功 那么我们就用这一句话吧 这个跳转 是吧 跳转 括号 放两个参数进去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的那个内容 第二个是内容 第二个是 内容 内容就是 非常感谢您参与本次投票 投票 那么第二个参数放什么呢 第二个参数放你的那个地址 叫index.nsp 好地址 回到首页上去 回到首页上去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一跳 跳过了之后呢 这个 call 关闭数据库 Hello CUN 好 我们看看这句话能不能实现 我 我点莫文卫 点投票 出错了 调用子程序时不能 不能使用括号 调用子程序时不能使用括号 call 少了一个call 加个call 我们再来看一下 点击莫文卫 好 非常感谢你的本次投票 非常感谢你的本次投票 刚才的 刚才这个不能使用括号 是因为你没有加call 加call的话 要把括号去掉 不加call的时候 要把括号去掉 加了call之后呢 就可以怎么用了 好 这个时候感谢你的投票之后呢 又回来了 对吧 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有没有累积成功 好 大家看一下 莫文卫已经变成1了 我们再来一遍 我还点莫文卫 投票 感谢你投票 好 我再点莫文卫 我再点 我再点他 感谢你投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双击打开 好 莫文卫 现在是4次 看到没有 现在是4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投票已经成功了 那么 这边其实还要做一个 为了避免 漏记 漏记 计算 漏记 这个采用锁定方式 锁定方式 一般用统计的话 我们都要锁定一下 先让一个人来计算一下 然后解锁之后 让另一个人来计算 我们这边用的是 application.lock 然后 app c unlock 解锁 好 用这句话 这句话 加锁和解锁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对不对 投票 投票成功 那么我们的投票就已经做好了 投票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本次投票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么这个公不公正呢 它不太公正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投票了6次都是你一个人投的 再加上你无时间限制 无IP限制 无日期限制 就是说你可以不停的刷 不停的刷 对吧 好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一些解决方案 但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因为投票本来 本来嘛 这个程序一直是 一直是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各个语言都是的 那么我可以设置投票的限制 现在呢 我现在都点一点 莫文卫点6次吧 范晓轩点一次 范晓轩点两次 范晓轩点三次 好 蔡依林我点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好 这个张会妹点 点个两次吧 一次 两次 好 看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里面是 孟文卫是6个投票 范晓轩是三次 那个 蔡依林是4次 张会妹是两次 我这边做多一点吧 比如说66次 43次 蔡依林是 29次 那么张会妹是18次吧 可以吧 好 18次 好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从数据库里把它改多一点 我就不投票了 现在我做下一个内容 下一个功能 设置投票的限制 投票累计我们做好了 那么有两种方法 是规定时间 就是说你投票过后 一分钟内无法再进行投票 你要过一分钟之后再可以投票 或者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再可以投票 再可以投票 那么还有一种是设置IP一天只能投票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封IP的功能 你把封IP的功能再加上一天的时间来做个计算 做个计算 这个就自行参考之前的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有这么去做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自己去完成 我们这边就采用这种方法 叫做 投票过后一分钟内无法再进行投票 我们这边代码我已经贴过来了 贴过来了 那么也是上一个第一个项目中用到的 我们这边直接跟着他来写 来参考一下 当我这边点击了投票发过来的时候 如果投票成功了 好 在这里 如果投票成功了 就新增一个这个 大家来看 这个是跳转 对吧 跳转之前 投票成功生成一个cookie 生成一个cookie 生成一个cookie 那么 response 那么起个什么名字呢 叫retimes 是叫起叫retimes 这名字无所谓 retimes 这个叫投票 就叫wait吧 好 把现当前的时间付给他 把当前的时间付给他 那么也就是说 我现在点一下 点一下投票的话 我先不点 点一下投票的话 你这个就生成了 而且他记录的是当前的时间 好 那我先投票看看 我点一下末文卫 投票成功 好 这个时候你点了 他这个已经生成了 所以你再次点的时候 你再次点的时候 他这边就可以有个东西了 我这边写一下 你再次点的时候 我在这里写 输出 输出 目前的时间 时间 以及上一次投票 投票的时间 那目前的时间 我们来看 目前的时间 那么就是什么 Now 上次的时间 那么就是cookie wait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末文卫 点确定 错了 这个语句未结束 就是其他语言的影响 加了个分号 重来一下 我点击一下投票 第22行有错误 这个是request request 因为你这个是输入 写录 这个是读取 对吧 所以这边 两个问题解决掉 确定 好 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时间是2009年10月12日11点04分34秒 上次的时间是2009年10月12号11点34分 那么他们中间差了多少时间 差了几十秒的时间 对吧 差了几十秒的时间 那么是上次是4分34秒 对吧 我稍微等一会 对吧 我喝杯咖啡 我等一会 等一会之后呢 我再点一下 那么上一次的时间是4分34秒 而现在的时间是4分59秒 你看59-34 中间不到一分钟 所以我这边怎么做来判断它一分钟呢 OK 那么这两句我们是不要的 这个已经生成成功了 所以你在累积之前 在累积之前 先判断有没有超过一分钟 一分钟其实就是60秒 对吧 如果一个小时呢 对吧 就是66 24乘以 24一个小时是60分钟 就是60乘以60 对吧 3600是吧 我们就不做3600的 不好演示 我们就做一分钟的 好 那么这个怎么判断呢 这边 is day is day 我们以前查过表吧 我们再查一下吧 电子书籍 is day 缓回布尔值 表明某时间是否可以转换为日期 它其实就是判断到底是不是日期 那么is day 判断是否为日期 那么下面我这边是这么写的 如果is day request cookie word 对吧 这么写 如果is day 括号 request 获取 cookies wait 如果它是日期的话 这句话表明 如果它是日期的话 我再进行判断 那么再进行什么判断呢 好 下面返回时间差 我要做个时间差 我要拿现在的时间和上次的时间来做对比 那么这边又涉及到时间差的一个函数 对 对比 对比 我们看看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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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返回两个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 两个日期时间间隔 那么它写了这么多 自己去可以看一看 我们直接去看我们这边的 好 它放了两样 第一样东西是s 好 我先写啊 如果 再判 对 DFF 好 第一个 我写个s 第一个参数 那么s代表什么呢 它这边写第一个参数 好 我们看一下 s是它的第一个参数 那么找一下 s是以秒来计算它的间隔 是以秒来计算它的间隔 那么第二个参数 它写了一个request code 放什么东西啊 第二个参数应该是 第1 第1 第1放什么呢 这边没写 那么第1应该是放你获取的那个 获取的那个 嗯 st cookies 直接写就行了 它其实我这个地方上一章 它用了c c代把它转换成日期的吧 因为它现在就是日期 所以没关系 好 这是比较的 获取的日期 然后再和你现在的日期时间啊 这是获取的时间 这是现在的时间做比较 好 如果他们它最后返回出间隔 就是多少秒 多少秒 好 这句话返回 我这边就不输出演示了啊 返回 返回 间隔 的秒数 自己自己去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就可以了 打印一下 好 嗯 然后最后 如果小于你指定的话 小于60秒 那么 小于60秒的话 那么你看它怎么做 就是 大哥 请休息一会吧 然后回头 那么我拿 就拿这个就可以了 call一下 好 请过短时间来再来投票 你已经投过票 请过短时间再来投票 我们看看能不能 莫莫卫 点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本次投票 好 我现在非常快的迅雷不及掩耳 盗铃之士 对吧 我再点一下 你看 你已经投过票了 请过短时间再来投票 要等多长时间 要等一分钟 好 要等一分钟 你再点 没有 你已经投过票了 请过短时间再来投票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应该是投不进去的 72 对吧 72 还是72 不会变啊 不会变 点一下 好 我们稍微等一分钟吧 好 等的时候我把一些 该关的关一关 一分钟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很漫长的过程啊 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别的 那么下面还有种方式是设置一种设置一个设置IP一天只能投一次票 就是说你一旦投票的时候你把你还要做一张表你还要做一张表将这个IP就是专门存放IP的你投过票之后就把你的IP记录下来你在头在头的时候你把你的IP和数据库你的IP做个比较 然后看看你投没投过对吧 如果投过了的话就不让再投了 那么这个做比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一天呢 因为第二天的话你的IP还是一样的你还会做比较 当然你还要投票的时候还要把时间放进去 如果他间隔是小于一天的对吧 小于一天的那么大于一天的那么就可以再去投票 当然他还是有问题 比如说动态IP啊 他会不断的改IP对不对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两个都设置一下 但是设置太多也不好 对吧 局限性太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好 好现在一分钟差不多到了 我们点末文卫点投票 好非常感谢你本次投票 现在是73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73 好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把它好好理解一下啊 理解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来做一下百分比 好显示投票啊 好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要是脸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精妙抵抗我的博客 嗨 百度.com 脸辉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好